有学个人 人家不喊 您多么听见我喊过 你说这个说相这哈 犯影 在家里自己跟自己打磨词 小辫一军 站在当街 谁给我鼓掌 我管谁叫爹 人有四肢 俩胳膊俩脖 你那意思呢我一块烧啊 你怎么又回来看 天津人都说相这 都说相这那谁听相这 小辫一军 站在当街 什么大笑话小笑话 反正话俏皮话大灯迷 猜子一信手拈来 爸爸在马路上 玩手机抢红包 要大嘎车给撞死 有点印子 有点印子 我买挂票 挂起来一票 这挂票也卖一千 而这不一千 一千零三块二毛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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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看 世去繁星 纪念相声名家刘文部一眼专场 今天我们的一眼活动现场呢 还邀请到了天津市曲鞋副主席青年相声演员 同时也是我的同事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的主持人 邱英俊 我们掌声欢迎小球 欢迎小球 谢谢大家 我相信小球听过刚才的掌声 观众对你非常熟悉了解 不光是向上也主持向上节目 是 那之前是不是跟刘文部先生有过很多的交集 哎呀 应该说跟刘先生这个交集太多了 为什么呢 我当年在这个哈尔校演出的时候 那个时候刘文部先生我们一起在一块演出 大概得有四五年的时间 而且关键呢我这个场口是到二 刘文部先生是底 所以您听我那个作品您找到网上的录音去 好多 我们行话就叫挂刘文部 就说白了就拿刘文部找包袱 为什么呢 这个不是我发坏 是刘文部点播的 他在后面接我 我前面拿他找包 我后面他再一上 观众更热烈 所以有时候他自己 哎 你还说我那个 还说我那个 他自己点 我为什么对参与印象很深呢 一个是这老头人很好 对我们很照顾 到底跟刘先生学了很多东西 刚说了我那是到二嘛 到二演完了刘文部的底 我这个到二使完了从来我也不懂 我就得看刘先生那个活 完完整整我得看完了 我们一块走 就是得学谈这艺术 我给您说一首故事吧 他这个刘先生 那个时候他就得 七十多岁了 但是台上这个反应 这应该说是 打小干这个才能有这种反应 我们那场演出呢 在当时中国大西线小剧场 当时这个前排啊 就跟您这一样 但是可不是软座 它是硬沙发 硬的 这第一排呢 有一个中年的带着一个小孩 这小孩听下他就站起来了 站起来他这个沙发是木头的滑呀 没站住 滑倒了 这个脑袋磕着帮上 哇就哭了 第一排呀各位 小孩哇哭了 那个剧场比这台小 这刘文部正过山整在台上 这一般演员你说怎么干 没法演了 这底一哭一闹 这就乱了 刘先生呢 七十多这个反应 我觉得今天我们年轻的做不到 站台上啊 一点不慌 先给这小孩先叫住了 宝贝 别哭 别哭 台上这么一说 这孩子就愣了 就不哭了 看着台上这老头 顶跟包出来了 一直挣不上 这个子说多好 这就包子 你挣不上老头啊 这个子说多好 这是这个家长高兴的 孩子不哭了 你看那阵的观众离的 比您这个距离还近 那桌上就有西瓜瓜子 这个爸爸就把这西瓜拿起来了 乐阳 吃西瓜 这舞台的关系啊 你想想想 刘先生就打这一伸手 接过来站台上就吃 吃完了 把这西瓜皮往旁边一放 告诉你啊 这西瓜不白吃 不然 给丧一果盘 观众就鼓掌啊 上果盘 不然得丧一果盘 慢慢卖美 对不起 卖美 这是老先生艺术的魅力 我觉得 跟摊在一块这几年 可以说对我的成长 也非常有方式 是的 那我们平时也经常听 小球主持的相声节目 接下来呢 你按照一个相声节目 主持人的方式 给我们介绍一下 接下来登场两位演员吧 我来这个给您报一下下方的节目 接着这两位演员 都跟的是刘文部先生的大徒弟 叫李明刚 很跟的 大伙都特别熟悉 一位老先生 当年也是长期跟刘文部先生合作 王文林 他们二位带来这一段 也是刘先生的一个代表作 控成绩 咱们掌声有请 有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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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您往台上一走 观众就抱以热烈的掌声 还行 这父老乡亲还挺欢迎 大伙喜欢您 对 有点人缘 跟朋友们说您今年高瘦了 哎呦我不大 我今天77岁 77了 77 77了 快了 怎么意思 我希望您快乐 快乐 快乐 我这耳朵还不行 我听成快 也确实 今天这么多观众来 好多观众就为了看您来的 这都是亲人的 看一眼少一眼 好 这怎么回事 这个 不是 您这岁数了 这么大岁数还能坚持演出 观众喜欢您 你甭说您 一会儿后面的演员 像什么赵金生啊 杨威啊 这个童有为 马树春 他们这都看一眼少一眼了 听着有点渗的方 所以抓紧时间看 是是是 知道我是干什么 您说相声 我 我是个角 什么 我是个角 我没闻您味 您什么角啊 京剧行当当中 主要演员叫做角 那可不得了了 我 我是个角 您在京剧见 是角 没听唱过 没有 这不愿您 怎么 好多年没唱过 十几年前 在天津 在这儿 就在咱贵宝弟 大伙知道有个中国大戏院 那是最好的戏院 当初梅兰坊 马连梁这角 才能登那个台 那是 我就在那儿唱了 你在那儿唱 我在那儿唱了 您唱的哪出 先别说我唱什么戏 就跟我搭戏那些演员 您都没听过 都是名演员 当然 谁呀 非 非点问 不是 谁呀 道理 首先说啊 有我 你当然主要的 孟广禄 孟先生 有我 是 邓沐伟 艺术家 有我 对 耿其昌 有我 你等会儿 怎么老有你啊 我怕您把我忘了 我忘不了你 这么多角凑一块 戏也好啊 什么戏 时空展 明具 您了解 这么多角陪着您唱 您就说了啊 这么多角陪着我唱 您猜 我演谁 诸葛亮啊 这主角得是诸葛亮 对不对啊 等其昌啊 人哪老生多好 那是 那您也是主角 我主角 司马仪 孟广禄 哎呦 大花脸 人得给我好 是啊 您这 您这个角 这里没谁了 没角了 我跟你说 这出戏没我唱不了 那您是 大琴 就是龙套大琴 大少看这倒霉模样 看这倒霉模样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您注意身体 我怕您活不到明儿 不是 大伙看这倒霉模样 我跟你说啊 手榴弹是贵 手榴弹是便宜 一毛钱五个 我拽你五百块钱的 不是您说了吧 您就给人打琴啊 瞧不上龙套 对啊 看来啊 您不了解京剧 怎么不了解 观众都熟悉 舞台上京剧 四个打琴的 对 四个打琴的代表千军万马 对 一场戏下来 四个打琴的待遇都不同 这四个待遇还不一样 举例子说啊 假说投琴 投琴 一场戏挣十块钱 哦 可以 二琴 五块 差一半 哦 三琴 七块五 不是您等会儿 您什么战头这是 不是 看过经济都知道 啊 投琴带着二琴上 三琴带着四琴上 三琴也算个小头目 小队长 七块五 哦 三琴七块五 这四琴呢 八毛 呀 四琴带八毛 哎 让您说我这么大绝 我唱这戏 让您说甭问 肯定是 投琴啊 四琴 我喜欢听新剧 哦 这么多绝凑一块演戏 我能不去吗 那是 大伙都知道啊 天津朋友都知道 中国大戏院 正门旁边 有个铁门 对 那是演员通道 对 我走演员通道 哦 叫门 一打门出来个老头 啊 你干嘛 看戏 哦 走前门 好的 这就走了 没进去 你瞧瞧啊 走前门就走前门 哦 是 走到前门门口啊 啊 站俩捡票 哦 那得有啊 不理他 哦 大摇大摆往里走 是 他喊我 喊你 站住 啊 票 没有 我没有 慢一气啊 没有 滚 别说 和什么都没有啊 还是没进去 那哪能进去啊 正犯愁了 那坏了 来辆小汽车 哦 下来一人我认识 谁啊 孟广路 哦 孟觉 哎 孟老板 啊 干嘛来了 啊 我这不是 看看你呢 走走跟我进去 哎 说着话 从车上又下来一位 哦 年轻小伙子 是 一手敌了孟广路唱戏的包裹 一手敌了孟广路唱戏的靴子 哦 这是跟包的 过去跟人客气 是 来来我替您拿包 哎 我我我替您拿包 我给你 你怎么跟人抢过来了 他怕我把包裹偷跑了 呀 人家不给你啊 孟广路不会为是绝 哦 人家不敲门 哦 大摇大摆 唐踹开门 往里走 那是 我跟着拿包裹就进来 哦 你也跟进去了 你老头看我 这是犯愣 啊 你到底干嘛的 啊 看见 哎 看见 我啊 跟包的跟包的 跟包的跟包的 老头一犯愣操我就进去 你看进去了 到后台帮着 打扫打扫 啊 收拾收拾 嗯 一会开戏蹲侧幕那一看啊 哼 比底下坐着看的还轻 那是啊 该找那天出事 怎么了 有个打球的 啊 突然间闹肚 哎呦 一趟一趟跑厕所 啊 一分钟去了67趟厕所 我 后台有管事的 啊 说这要拉出人命怎么办 就是 打个车送医院了 哦 送走了 哎 敢那么寸 啊 那天后台没闲人 哦 一个富裕人没有 啊 这可怎么办 啊 后台管事的找孟网路上了 啊 孟老板 啊 您也看见 这个这个 上送医院了 是 缺个打球的 啊 我跟您商量商量 啊 要不您带仨打球的 啊 带仨打球的 就是 这边站一个 啊 这边站一个 啊 中间站一个 我站哪 也倒是没地方 要不您带俩 没那规矩啊 就是 要不您别带了 光杆司马仪啊 好家伙 这代表千军万马呢 是啊 这怎么办 啊 一扭头看我那蹲着了 呦 来来 爷们 来来来 你给来打 不不不行 不行 我 我 我 没养过 倒霉孩子 救场如救火 啊 说着话 衣服穿上 脱帽子也扣上 我您给我穿上没用 我 我没啥 我没词啊 孟广路说缺德孩子 打球有什么词 不就一个词吗 哦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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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 就这一个词啊 不是我没养过呀 哎呀 孟广路挺照顾我 是 来 三球过来 三球一指我 你照顾点我们这位啊 是 我们这位是个棒锤 棒锤 什么叫棒锤 京剧界的行话 棒锤就是什么都不懂 哦 呦 不会 我跟三球客气客气吧 是 我三球 您受累 我是个棒锤 承认了 孟广路说你也别害怕 记住我一句话 哪句 一会儿三球去哪儿 你去哪儿 让你跟着他 这不好话吗 对啊 倒霉就倒霉这句话上 怎么呢 这出戏怎么唱我知道 是啊 因为总看呢 对 孟广路后台是闷莲找板 正通路上 得一行 好 康齐雷琴 康齐雷琴 头琴带着二琴上 中间一点 一边一个 三琴带着四琴上 康齐雷琴 康齐雷琴 中间一点 一边一个 司马师司马昭上 康齐雷琴 康齐雷琴 中间一点 一边一个 对 司马一出来 有这么几句唱 没错 战国笑儿的摘亭 大队人 骂了我就往前行 好 康齐雷琴 康齐雷琴 头琴带着二琴下 三琴带着四琴下 对 司马师司马昭下 司马仪最后一句 风腿 莫要放纵直过空鸣 好 多圆满啊 对啊 那天就因为有我这棒吹 怎么着 这出戏整个棒吹了 哟 怎么棒吹了 司马一后台闷点老板 正如路上 康齐雷琴 好 扛起来先扛起来 头琴带着二琴上 中间一点 一边一个 该我了 三琴请照顾我 来棒吹 走 往台中间一站 扒着旗子往下一看 可把我吓坏 怎么着 中国大戏院 楼上楼下 一千五百多位 对啊 光脑子没身子 怎么光脑子没身子呀 身子在椅子底下了吗 我都在下半截了 往这一站 你说啊 我一说相声了 跑这给人打琴来 保不齐底下认识我的观众 是 或者呢 有街坊邻居 一看你放相声 我说在这打琴 这 脸上多难看 你瞧瞧 我正瞎琢磨 出事 怎么了 三琴没了 怎么没了 三琴站那边去 对 站过来啊 我怎么办 你 我想起孟广路 告诉我那句话来了 哪句 三琴去哪 你去哪 有这么句 我一看三琴站那边 我也站这边 这回倒好啊 好家伙 一边一个一边仨 你瞧瞧 观众还没看出来了 哦 没注意 倒霉倒霉 司马师跟司马昭身上 怎么着 他看我一说相声 又站错地了 你看 最不应该的 俩人在台上 笑场 乐了 抗起来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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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伙 他一乐观众能不明白吗 那明白了 哇 全乐了 是啊 三琴还纳闷 怎么回事呢 你怎么站这儿了 废话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吗 你应该过去 你过去不一样吗 就该你过去 就该你挣七块五 我挣八毛 你过去不 你别动手 动手咱俩外边打去 把我给挤坏 那是 脑袋滋滋冒汗 也没手绢 得了 就这袍子吧 这袍子一抹 要了命 怎么了 新做的绿袍子 掉骰 抹得我脑门都绿了 观众那嘴还真损 让那蛤蟆过去 还真正乱呢 孟广路在后台还纳闷 那是 我没出现这么乱 你看 八台脸一看 哎呦 茄子 你怎么站那儿去了 他把胡子撩开下 冲我弄嘴 那你过去 那意思让我过去 对 过不去了 怎么 腿肚子下着都朝前了 要转筋了 下有点想他得出来 那是 也没亮相 从我这么瞪眼就过来了 什么意思 我心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 跟大伙说 绝不会也是绝 当时原词没唱 现编了几句词 能把我从这头唱到那头 现编词 老虎马上 怒气发 改折了 叫一声 大气的听根呀 往日戳兵一边聊 为什么今天一边一个 一边撒 几枚浓眼你全不怕 还得老我扶 我把你拉 过去 你瞧拽过去了 他又该拽我呀 我把孟广露给气懵了 怎么着 他一着急把三区给蹬过去 你瞧瞧 你看三区过去了 我也过去了 现在来到我们演现场的是三位相声名家 他们分别是王门林先生 欢迎您 杨维先生 您好 赵金生先生 欢迎您 这三位先生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和刘文部先生在舞台上有过合作 所以他们有很多跟刘先生的故事 要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我们先来问问王门林先生吧 应该说刘先生跟您合作是在北京了 对 那大概合作有多长时间 那是从大04年到05年 一年多 别看这一年 但是呢 我们这个感情特别的深 那时候呢 摊就是什么 爱吃北京六比鞠的酱饭 我呢是爱吃咱天津的面 还有港菜 都是美食家 所以呢 就是我只要上天津来 或者说摊到天津去 这两样是必蛋 在我心中 我对他非常尊崇 因为摊的本身来说 赶上那些老先生们在的时候了 所以呢 摊的这个艺术功底相当的磁势 有的时候说 咱哥俩来个这个 我说不行 哥哥 我还不一定能给您占得了 没问题 没问题 你跟着就行 你跟着就行 所以这么样 我就跟他一块合作了一年 然后呢 有那么二三十块活 我们两个一块使 然后他这个过世吧 我是也是真是很遗憾 但老先生要能多再试几年的话 还能给我评一下更多的这种艺术作品 其实先生虽然做古了 但是什么时候听到先生那些精简作品 依然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那种会心的笑声 是 那杨伟老师您是什么时候跟刘文部先生有过合作的 这话说的可能就长了 长了 依然有幸跟刘先生在一起工作了四年 四年 有一次的我记在燕乐 因为岛场赶场赶不过来了 观众等还一直有鼻子 咱俩来一个 然后呢咱俩来一个什么了 观众这么早 结果说了一段口吐莲花 说这口吐莲花呢 尤为感动的事 下来以后 一位深长的派出肩膀 兄弟 我手中了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口吐莲花这活是打 对 所谓的打根 我就不中不中 以后再也不是这活了 他你也是六十多岁的了 哎呦 我不管谁说什么 刘文部先生在我心里边 永远是一干大欺 谢谢杨老师分享 让我们看到了刘文部先生这种一德 敬业的精神 张老师在您的心目当中 刘文部先生是一个怎样的相声名家 我对刘先生啊 以前不熟 通过在哈哈笑 动力都宽敞 他会的老活多 你比如说这个分合班 他的柳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我们天津的那些个艺术家的那些个柳 跟他唱的不一样 江坤先生对他的这大双簧 说教科级式的这个节目 就是能得到江先生的肯定 能得到北京观众的认可 也得到天津观众的热爱 向他学习 怀念刘先生 好 再次感谢三位先生的分享 谢谢 大家伙有的认识 杨维 一家子说相 都干这行 我跟杨先生特别好 最早是 杨先生 杨先生坏 好诡谐 好幽默 那天晚上11点半是12点 干嘛 给我打了个电话 晚上来电话 我也没看是谁 拿起电话 喂 你是谁啊 我爸说话就没底气 别嘿嘿啊 有什么话赶紧说 你爸拿一下主意 有 有事了 肯定啊 什么事您说吧 昨天晚上观众请我吃饭 吃到一半这肚子就不惊对了 有 你说别吃了 找个爱吃的菜 您打包回家吧 这不也可以吗 我就找了一个爱吃的菜 用那个塑料兜 打包往家走 没走多远 肚子凝得吧 好难受啊 你说我这么大艺术家 我也不能随地打小便呢 我就把菜倒了 把那塑料兜铺开了 在马路丢那自动取款机 那挡板后头 你说我多丢人了 这么大岁数也无所谓 没事 到时候你想着把那兜给人扔了就行 这是关键 没等扔 当你迪都出来 来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 把那兜给抢走了 你说我还报警吗 那还报警 我不会 我在80年到87年的时候 我跟杨先生在一个队 我那个是在取一团 在天天市取一团 对 那个队长叫汪明露 这人也做不 大作家 对 刚才和我师父那个教训 不正之风 跟谁对着干 汪明露写 在一队 我们在队里有谁啊 有 侯长喜 马志明 谢天顺 刘俊杰 张杰 我们就在一个队里 自己创作 有 观察生活 你看 你看 我就爱观察生活 这我知道 去年夏天 最热的一天 几号我忘了啊 南市食品街 我亲眼目睹了一场 陆怒症 陆怒症 什么叫陆怒症 你距离解释 你开车的时候都知道 你开得快了 头里开得慢了 你一按喇叭 两人打起来了 那天我就亲眼目睹了 一个开下力的 跟一个开路虎的 两人打起来 为什么呀 这开下力的小伙子下了车 张嘴就骂气了 呦 会爱撒吗 开路虎都不吭 怎么着 疲惘了 你以为开路虎了不起 你得让气负弱势群体 过 你在马路上不好 该扯背求几 我不憋你憋谁啊 我告诉你啊 吓到我了 今儿这事没完 没完你打算 怎么着 叫统队 走啊 你听明白吗 就这点事 我听着这么大 小伙子你 到了交通队开下力的小伙子 进门就喊 警察 警察 要气负弱全体 警察说交通队怎么出来弱势群体了 你不知道 我开下力 他开路虎 他别让我假油门他就跑 你跑去聊嘛 对啊 会起我妈控肠惯了 我才睡上那的 你看我这身上都湿透了 你死不死 警察外婆你不是怎么回事啊 他在马路上不好好开车 他奔去了 然后我一把香香二位 坐那儿坐那儿 登记儿记 你叫什么名字 我汪手掌 你呢 你别啊 问你叫什么名字 对啊 那是长大的 替我不知道替我爸爸顶文元没有不认识的 刚才我听就耳熟 感觉他还有血迹呢 老爷子是顶文元的 天天四人民都知道你没听说过吗 知道我爸是谁吧 他爸爸是 我管你吧 你别我 我爸奔走成啊 大沫 大水冲了龙奥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你看看 不打了 不打了 带我看看你们老爷子去 看不了了 怎么 没了 呦 听得盖都疼 兄弟请我的啊 千万千万别难过 不难过 我爸爸是乐着死的 强了个大包 我就纳闷的 有句称语 怎么露到我爸爸身上 怎么说呢 憨笑球圈啊 就是憨笑球圈 怎么着 不打不闹 审后就是视频店 咱哥俩进去啊 颠颠小菜弄着小酒 去去叫 你看看 走啊 俩人说着往外走 警察不干啊 二位 拿交通队当超市是吧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根据你们俩叙述的情况 违反了天津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以及交通安全主干规定 每个人扣三分 二位 他们 喝掉那点钱都回来看了 看这一次 今天我得别扭一钱 不别扭兄弟 挺活的 打敌文华界 宝贺选的那儿 正严处着 你是台上是谁吗 谁啊 杨少华大儿子 杨斐在这儿了 好 现在来到演出现场做客的 是我们天津 响当当的铜马组合 欢迎童友伟老师 马朔春老师 欢迎两位 谢谢李嘉 那我们听说 当年刘文部先生 回到茶馆说相声 是得益于两位的支持和帮助 有这事吗 这事确有 当时刚回复茶馆相声 对 对对对 那时候不是两个吗 一个众友艺术团 一个我们哈二笑艺术团 他这两个团 对 后来那个文部先生呢 就是好像离开那个团了 我们呢就觉得文部先生这个艺术水平还挺好的 我们特意跑到大港去找他 主要得跟他媳妇做工作 老伴不愿意让出来那么远 因为当天回去吧就有点费劲 太远了 不回去吧老伴又不放心 岁数大 然后结果想了一个折衷的办法 就是我出头吧 给他买一辆电动自行车 电动车 电动车买四块电池 为什么买四块电池 要不然他回不来 对 他来吧就得一块电池 还得上面挂一块电池 回去把这个再换上来 反正有一次啊 赶上下暴雨还刮大风 我跟他说到家第一个任务 给我打电话报平安 我溜溜等到夜里两点半电话才来 他才到啊 我的心低得到嗓子眼啊 你想又刮风又下雨 他一开也开不起来啊 有时候他那车还坏得半导 哎呦 急死 我说每天晚上你到家 必须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到家了啊 才行 真让人揪心 要不然睡不了觉 但是艺术上没听 认真 最常要活不了 他别扭死了 想尽一切办法 他也得让他活 四中的郑国山嘛 嗯 大财榜子 哈哈哈哈 这没良好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而且通过刚才您分享 我们看出来 相声人是一家 啊 是是 我跟我师弟啊 演出很少 但是今天这个活动 必须参加 必须参加 哎 这是我们在相声演员之间的大桌嘛 嗯 这玩意儿啊 这是一种情意在里面 我们师爷这个 马三立先生 嗯 在我们摆制的时候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光门说相叫老和 嗯 这个和是和谐团结 嗯 哎 不是那和人 哈哈哈哈 所以说您刚才分享这故事呢 也再次体现了这个和字 是和谐 像这人是一家 好 谢谢两位先生的分享 感谢你们 好的 嗯 好 好 好 哎呀 哎呀 今儿您算来着了 怎么呢 见着我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见着你有什么新鲜的 哎呦 志小哥前些日子 老几位见我可难了 这倒是真的 嗯 首先说进门 得看身份证 送点东西也得检查 现在监狱里管的盐呢 我进去了 没进去见你怎么这么难呢 出国了 什么 出国了 出国了 嗯 咱国家没有出口警权的任务 哈哈哈哈 你才懂 那你出国干嘛 出国给海外的华人们 说戏拍戏 啊 那你票友 嗯 我可不票友啊 票友是业余的 哦 我是专业的 哦 我是磕出来的 磕出来 你赶紧摊啊 这两天热就臭了 太俗了 你不懂外行 复连城 复连城 你说复连城不就完了 嗯 这我知道 喜连复圣市原运庆商品 原计划办十科 结果办了七科 就停办了 这你也知道 这他明白呀 哎 你是第几科呀 我是第四科 哦 圣字科 圣字 像什么高盛林 李盛早 叶盛兰 我 我们都是圣分的 那你叫 圣范 我说文哲有五色味 哎 我们有个大师兄 求圣荣 知道吗 著名的铜锤花脸 因为我喜欢他的艺术 嗯 我的艺名 随他的姓了 那你叫 求圣范 也不对啊 据我知道 这圣字科的老先生 大多数都不在 就是有活着的 也得一百多岁 你怎么这么年轻啊 我长得少性 你再少性 少性不了三十多岁 我说我是圣字科的 你好像有点不信 我不是好像有点不信 嗯 根本我就不信 跟你说 有个缘由在其中 真是唱戏的 戏词溜达出来了 想当初我爷爷特别的有钱 嗯 把多少钱呢 都捐给那个库连城客班 嗯 那天我爷爷跟那个班主说 我呀 这辈子就喜欢京剧 哦 可惜啊 我唱不了 怎么 我这嗓子稍微的差点 您这嗓子差好些个呢 可是我特别希望 我们家后辈能出个唱戏的 班主说 这好办哪 嗯 我们现在第四科 圣子科正开的科呢 您家哪位少爷讲学 您不得领来不得结了吗 哎 我又说了 不行啊 嗯 我就一个儿子啊 哦 整天东家跑西着穿 离不开 离开就没有饭吃 班主说了 那也没关系 甭管您儿子来 孙子来 只要到这儿 就是圣子的 我们这个圣子 专门给你们家留着行吗 这折磨还定点了 所以我一学习 就是圣子的 哦 那你是哪国啊 这还容问呢 啊 你看我这五官相貌 风度仪表 哎 我唱什么的 你啊 嗯 愁 还让你看 五官相貌 风度仪表还愁 啊 听说的看见的 你听说的看见的 我琢磨着师父 什么眼神啊 呸 我眼神不好 你也别拿屁绷我呀 太俗啊 跟你说 我 英俊小生 像您这母人的英俊小生 这可够缺的 看出来我缺了 看出来你缺大夫了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缺吗 原因是 有个缘由 在其中 还是细词 哎 我爷爷当初跟班主订这个合同的写明了啊 嗯 凡是唱小生的名曲 像什么江妙香啊 叶省蓝呢 都把他一生的艺术精华 录音录像 制成光盘 哦 存在那个银行那个保险柜里 哦 那保险柜 你没见过啊 什么样啊 声控的 声音控制 别人去不行啊 就我一人叫他开 哎 你一去了 怎么把他叫开啊 当然那一个那个保险柜的按钮 里面先说话 外面什么人叫东门的 这是沐龙渊 我说了 求生饭来吧 跑这儿要饭来了 前来则是 还有一位老生 还有吗 再来一点 刚才给的不够吃的 好重 哎 过那么十几秒 嘶 在里面出了一张盘 嗯 跟你说啊 哦 这里面甭管哪一盘哪一丁 都能盯一阵子 这位这是恶风了 你看我跟这个学 我能够缺吗 不 你说这么热闹 没听你唱过呀 哎 我轻易不唱啊 哦 我每八十年 出土一 不 那个 我出山一回 那你就没唱过啊 你八十年唱一回 今年你还不到八十 你没敢唱啊 什么什么什么 说有公斤市斤吗 啊 我这八十年 就是八年 这你这谁听得懂啊 我每八年的 出了一回 不多唱啊 哦 唱两场 哦 一唱在二月 一唱在八月 二八月 闹狗那月份 不多唱 不多唱 那你最近准备什么时候唱啊 哎呦 不忙不忙啊 上次唱戏卖个票钱 到现在还没花完呢 您唱一回戏 挣多少钱呢 哎 唱一回戏啊 挣那个钱 能吃个十年八年的 你这是卖票 还是绑票 绑票签好 咬吃十年八年的嘛 我唱戏卖票贵啊 哦 甭管前后排楼上楼下 每位一千块 好 这可太贵 贵呀 听他们贵 啊 听求成饭 便宜 这还便宜 那您距离现在 最近的那次是哪次 最近那次啊 哎 就是2018年 哦 嗯 在天津 中国大习院 哎呀 那个盛况啊 我跟你说 提前一个月 全国各大报纸 头版头条 发表消息 这叫提前炒作 警告全国广大戏迷朋友 特大喜讯 嗯 今有经济表演 大个艺术家 求胜贩 经各界 再六邀请 那叫再三邀请 请他们是 再三邀请 请求胜贩 请一回 请两回 请三回 蹲哪儿不动 蹲墙脚 这还是要饭 得请四回 五回六回 这才出来 所以叫再六邀请 那你说再六吧 自定于2018年 2月8号 他就沾着月份有精神 在天津中国大习院 现眼一天 一天你够现的吗 就现一晚上 他还不多现 哎呀 消息传出去啊 全国的戏壁都轰动了 哦 武汉那戏壁多 对 买不着火车票 哦 找站长交出 站长站长 你这个火车 一个车头了 二辆车行不行啊 哦 拉一百件 啊啊 一百件 那火车找拉得动吗 俩车头 并排吧 那拿找着火车套去 哎呦 上海的TV残喽 火车票买不着了 轮村票买不着了 飞机票也买不着了 这算来不了了 哎呀 急里抓着脑塞呀 啊 最后没办法了 把家里洗成大漠盆 扔海里 拿俩赶不过 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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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形象 天津自然是直下市 对 假如来人太多了 嗯 各大宾馆 人满文换 嗯 五星级饭店 在楼道里大破 全改了大车店 再来晚点残了 哦 只好露宿街头了 残点 哎呦 二月份呢 嗯 天还凉了 对啊 前面好办 后面洞真的蹦了 嗯 得二位一根蹦里面聊天 大哥 死来挺戏的嘛 哎 废话 不挺戏跑去送队来 啊 你那哪来打 哪啊 西藏 西藏 哎呀 你里面我进哪 您是 闹大利亚 哗 你眼太大了 我都未听他求生饭 哎 到看眼那天 中国大医院一千多人 坐无需习 骑满坐满 哎 这时候后台给我管事了 嗯 也叫舞台间多 对 你看中点差不多了 嗯 来了 准备啊 敲锣鼓 不不 你 你们扭阳个 你不让开吧 我们唱经济 唱经济怎么敲锣鼓 外行吧 外行吧 开演之前 就得敲一桶鼓 那叫打拖 啊 打拖 打拖 哎 刚要打拖 门外边来了 四百多位 啊 我们要听求生饭 我们要听求生饭 也据小经理说 哎 我们一个月之前 票都卖完了 嗯 没有办法 没有座了啊 对 没座没关系 啊 我们买 战票 站着听 嗯 战票卖多少钱 一千块 战票也卖一千 哎 正好四个走道 一个走道 占一百人 嗯 呼啦呼啦站好了 这个后台舞台 等等一看 差不多了 都站好了 嗯 来 打 打 打拖 打拖 啊 刚好打拖 门外边又来了 二百多位 我们要听求生饭 我们要听求生饭 静说不行啊 啊 我们连战票都卖了 没办法 对啊 咱没办法 啊 我们买敦票 敦票 嗯 敦票怎么敦啊 你看那 这俩站着啊 嗯 上不宅 下不宽 对 正好俩正尖 顿一个 俩正尖 顿一个 真有办 哎 敦票卖多少钱 一千块 敦票也卖一千 我才叫你看 差不多了 敦好了啊 来准备 打 打错 打错 啊 刚要打错 门外边来了 一千多倍 一千多 我们要听求生饭 我们要听求生饭 静里说不行不行 我们坐票 站票 连敦票都卖了 我们买趴票 趴仪得一天 哎 这趴票卖多少钱 一千块 趴票也卖一千 走到站板的人了 对啊 他头都趴不了啊 剧场经历的后 喊着后啊 你争 伤心 我倒 匐匐前进 这都改了军训了 哎 一看都趴好了啊 一看差不多了 来准备 打 打错 打错 我听你说 刚有打错 门门来了一百七十多位 又来人了 我们要听求生饭 我们要听求生饭 这剧场经理汉都下来了 各位各位各位 我们坐票 站票 蹲票 连趴票都卖了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 没有可能了 怎么办法 你那墙上不是控制了吗 干嘛呀 我们买挂票 挂起来听 这挂票也卖一千 这不一千 一千零三块二毛五 怎么还有零头啊 钉子钱 绳子钱 都得算 一点亏不吃 赶紧找人 搬梯子 钉钉子 安花轮 穿绳子 这头 往腰上看 查一记 那边 你看老几位啊 上来了 掉下来了 人家看这几位 多花了三块二毛五 比百趴票就会强多了 怎么 趴一驴 不得听不得看 对 人家几位 没挡个头 又得听又多巧 不过有一个毛病 什么说 绳子拉得太绳了 他听听打转 不错呀 好 转过去 服务员 服务员 干嘛 拧我脚膀子一下 我转过去 好嘛 人夫生 我没这业务啊 他不管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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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裤口袋掏一百个钱 干嘛呀 小费 好 还得给小费 那天服务员都治了 是啊 不都被你从家求上班吗 也别说 那天咱得东西硬口 东西硬口 甭关 干蒜炖牛肉 把店吃呢 东西硬口吗 戏码硬口 哦 什么戏啊 你想 我是唱小声的 我不来那个绝活吗 那哪出呢 教街 教街 嗯 有勒砖吗 勒砖干嘛 教街勒砖 要饭泥套 喂 杭国董啊 小声的名剧 罗城教街 那叫罗城教官 啊 对啊 那关头都不有接吗 啊 那天是折子戏啊 对 一出一出一出 我在最后了啊 哦哦哦 我这喊话 嗯 我叫大肘子 哦 你不是大肘子 你是大棱子 你不懂 最后这个叫大肘子 那叫大咒 啊 是 我 我说话不爱 多小只 大咒 哎 该我上了啊 我先不上啊 啊 还有个小声 哦 打这个灯了 在那城堂上转悠 哎 那是罗春 罗城的干儿子 那是配角 知道谁来的吗 哪一位 叶少兰 著名的小声表演艺术家 这出戏他得他们家最好 徒有其名 啊 徒有其名啊 是啊 就他那个磨不唧唧 磨不唧唧的啊 他连一分钱也要不来 他根本就没要过呀 他下去了 该我上了啊 我先不上啊 啊 我藏个帘后边 别 别藏了 那叫闷帘导板 导板头里有个叫板 一般都是这样 哦 这样 这么叫 啊 我要这么叫 我栽了 就这样 我这一枪钱 一张票啊 我对不起观众 那都这么叫 你得讲究书文细理 有这双方 你想啊 罗成 嗯 单人独计 厉杀四门 嗯 从早晨起来杀得黄昏 一天水米被打牙 饿着甜心贴后心 哦 那个滋味 你们谁有体会啊 我都没这体会 再说了 你叫官 嗯 求人的事 不说点好听的行吗 还得好听的 哎 得七尘丹田 叫出那个凄凉劲来 你还别说 他说的还真有点道理 哎 那天您在中国大戏院 怎么叫的 今天在这儿 给我们叫一回怎么样 啊 谢谢 谢谢啊 要不我一上海 我说各位来着呢 那天他们在中国大戏院 花一天不见 听我怎么叫的 我今儿在这儿 给各位叫一回 我们欣赏欣赏 老爷 星星好吗 还是叫天雷专的 这一嗓子听台下话 这个叫好啊 这个骂爹啊 骂爹了 骂爹退票 都退票 走啊 活该 怎么 活该 不懂艺术 人家不懂艺术 只要你玩的好 怕没有支音 就你这儿还有支烟 有一百七十多位没走 爱轻 这墙上挂着走不了 对啊 那到这儿呢 我们今天的一眼 就已经接近尾声了 最后呢 我们代表 刘文杜先生的家属和弟子 向大家一直以来 对刘先生的支持和厚爱 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呢 我们也要感谢的是 青衣园 人文纪念园 以及饱和军茶楼 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期待和各位的下一次相会 今天活动到这儿 就圆满结束了 感谢各位 下次再见 谢谢